这俄罗斯老丈母娘给准备大餐过中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事情是这么回事 要说这众多海外博主当中啊 兄弟我可能是干农活干的最多的一个了 我在这西伯利亚的农家小院里 那是春天扣大棚 秋天挖土豆的 只要这两口又有农活了 我俩就立马跑回来帮忙 这不今年的土豆大丰收了 就又要开始挖土豆了 我这俄罗斯老丈人老丈母娘已经做好了战斗前的最后准备 这夏地的衣服都已经换好了 就等着开挖了 要是我家的小妮子呀是真能干 你们看她平时在城里总爱臭美 也不怎么爱做饭 这一回到村里 这村姑的属性又彻底解放了 这拔完大草挖土豆那是六的飞机 大家好 笑死吗 笑死了 妈你说 妈你一半 今年的土豆真不错 又远又大 然后今年的小土豆也很少 去年是一半一半 今年小土豆也就占个五分之一吧 基本上全是那个大土豆 我这老丈人也累的坐到了地头 脸上灰蒙蒙的 看上去就像一幅油画 这临近傍晚四哥也下班回来了 剩下的这点运土豆的活 就落在了我和我四哥的身上 这虽然看着不多 但一袋袋踩起来是真的沉啊 我和我四哥俩人 把所有的土豆都运到地窖之后 我就累的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这待了没多大一会儿 我家的小女子 就换了一身漂亮的衣服过来叫我 然后还要我打开手机记录下来 说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到底最好有厚的房子 zest对面 你不容易不得了 放在这边 舍过这个房间 好 你不应该对 这些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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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